爱家爱生活 温老师是个急性子 做菜也是一样的 很多朋友都很想在家里面 很快速地完成一道美味 那您今天就算看对了 我们来看看吧 今天温宏老师带来的这道菜 究竟需要准备些什么样的原料 待会儿回来 麻辣酥鲫鱼所需要的原料有 活鲫鱼 青红辣椒 姜 葱 生粉 调料有 花椒粉 辣椒粉 料酒 盐 红油 白糖 鸡精 和酱油 麻辣酥鲫鱼 就是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一道美味 为什么要教大家做这样一道美味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它麻辣的口感 让您会觉得 虽然天气很热 可是吃一些这样的菜肴的话 很畅快 加速血液的循环 没错 同时呢 也可以带走体内很多的热量 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做法呢 主要是炸 然后之后是一个腌制的过程 就能放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对 那究竟怎么样做呢 王老师 好 来 现在 这个麻辣的区域呢 首先鱼 先给它处理一下 有水呢 你可以用紫巾 先给它吸干 好 就是吸油汁 对 先给它吸 拿过来 对 为什么要把水分吸 水分吸 在炸的时候 它比较好一点 不会咋啦咋啦 好 把油溅到满脸上炉死 好 今天我们的鱼用的是寄鱼 对 也是比较平价一些的 对对对 每个人都会接受的 好 做法上又有它很独特的地方 先给它抛开一半 然后再斜刀再切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把它切成半边鱼 对对对 好 斜刀 一块一块 切成块 斜刀切成块 对 好 现在呢 鱼处理清楚 我们现在加点佐料 好 要加一些什么样的佐料 用盐先换一点 先让它入味一下 盐 就盐吗 就做这道菜 其实对 主要原料并不复杂 对 而调料特别多 对 也不会 切的也很简单 好 粉 干淀粉来一点 好 我老说不复杂 只要慢慢看 都觉得会 我们这会儿 这个腌鱼的料用的是 盐 盐和淀粉 对 你一般不要用酱油 酱油放进去 很容易炸 炸焦掉 这腌鱼的时候 我们知道酱油放进去很香 可是为了保证它的色泽 千万不要在油炸的时候放 好 这会儿呢 我们这边的火已经打开了 我们加了 对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锅的油 要干嘛呢 就是这个酥鲫鱼要怎样成型 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去油炸 好 现在呢 辅助一些材料 先给切一下 好 姜 切成丝 好 姜 也是要油炸吗 不要 不要的 对 好 像做那个大盆子 大盆子 切完做料 这个扔进去就可以了 好 扔进去 好像不管它的样子 对 可是又切出来了 一定有用处 对 慢慢看 辣椒 莲子 切一点 搭配一些 热情的红椒 扔进去 莲子一块放进去 就够辣了 对 青椒 再来一点 就这样切就可以了 随意一些 姜 然后采椒 对 然后再加一点 葱 葱 可是我们好像留的是葱白的部分 对 留葱白部分 对 葱白是会更有味道 对 等一下 还没开手 我们先把佐料先烤一下 好 你看 这个呢 辣椒粉 放一些 也进去 好 所有的料头我们做好了之后 现在就开始给它调一个主要的 这个腌制的料汁的味道了 花椒 刚才是放了辣椒 辣椒粉一下 花椒 糖 辣椒 花椒粉 然后呢 是鸡精 鸡精 糖 糖 糖多放点 好 酱油 哦 酱油这个时候加 对对 放在这里 汪老师 你犯过那样错误吗 就是弄完酱油 炸出来是黑的 我 没有 你说你以后多好 像我们俩说水平差不多了 你就偏要说没有 对 红油 好 好 料酒 好 刚才加了辣椒粉 可是我们还有加红油 就是辣椒油进去 对 在这 好 你最后加了什么呢 是酒吗 酒 酱油 酱油